传说中亚洲最大的早市 石桥子早市 人头惨动 这个早市好多买肉夹的呀 还有好多好多年食 它这是麻糍吗 梁糕 老实的面包 热气腾腾的酱货 骂得整整齐齐 这边还有能坐着吃饭的地 以前来锦州 为了吃烧烤 现在还进锦州为了逛早市 这是我们刚走过来的路 然后你转过来 这边还有那么多 这不就是美食聚集地吗 这是啥呀 水煎包 水煎包 5块钱11个 有人也是建的这种金黄金黄的 看那是两头开口的这种 这是摊一锅在切吗 这个玉米瓶 北京天津的朋友们 看到这个面茶不要意外 对来一碗就行 他还给了一袋油渣的小果子 就吃之前要倒里边 就是它那个底儿本身是没有什么咸味 主要那个调味都是在麻酱里 会有点香料的味道 我看它这都是自己烤的面包们 自己做的绿豆糕吗 对 双拼的怎么卖呀 都这个价十元 十元一盒 行我要一个 我觉得这家最忙乱 刚出锅的小炸糕 好 玫瑰有馅的 馅不搅拌 油条好像快熟了 巧克力的咋卖呀 行 帮我拿一根还是个渐变色 这个它是有馅的 想不到还要薄皮大馅的粘食 这咯吱咯吱的那种花生糖 这个条条都有两种颜色 这个就很像那个驴打滚 然后下边这个白色的就长得很像那个瓢头糕 很软 但是这个馅是真的好多呀 它这个皮比较薄比较软 带颗里的豆馅 我是真的不喜欢那种 超市里抽真空的那种 跟啾啾的那种 粘食 这个是常见的那种去皮绿豆包 这个是带豆皮的 我看好多人都买这种 是这个香 我看现在还有那种现蒸的 就冒着热气 我现做的这种包 来 听一听 你们最后可以坐在炸油条这家吃 他们家豆浆随便喝 好喝 浓 而且还是无糖的